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学员长 提安娜 没想到吧 其实我刚刚吃完早饭 看到安斯坦博士准备去指挥中心接特斯拉博士的班 就顺路跟过来了 你好 德里少女士 看来一切都很顺利 嗯 托您的福 在出发前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们竟然还给修伯利安加装了重力模拟装置 这一点 你应该感谢布罗尼亚 他帮助特斯拉博士 开发了利用伊甸之星复制品来提供区域重力的系统 嗯 也就是说 即使在太空里 也可以拥有像坐飞机一样的体验 要我说呀 比过去在大气中行驶的修伯利安 还要再平稳一些呢 昨晚 我休息得很好 朦朦胧胧胧 甚至感觉自己回到了顺弗烈亚的教宫宿舍 感谢德里少女士的夸赞 虽说 逆双组织的前身 天命的北美之步 由以名用为宗旨的南希爱迪生小姐一手创临 但这的确是我们首次尝试为伊甸之星开发名用功能 伊甸之星 布朗尼亚和我说过 他在逆双组织从天命独立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对吧 不是 沿着自由之路前行 然后在午夜造访烈克星顿 的确 如果没有伊甸之星 逆双组织即便还能诞生 也绝不会成长到今天的规模了 虽然在当初与天命斗争的年代 逆双组行的宗旨可以总结为 最好的威胁是不采取行动 但这种有效威慑 毫无疑问必须建立在首战得胜的基础上 至少 要让当时的天命发自内心的相信 他们没有挑起全面战争并摧毁我们的能力 所以才有瓦尔特先生必须借助理智律者的能力易容活动的那段往事吧 要骗过那个奥托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应该说 都亏了普朗克老师的手腕 逆双才能在当年那种极端困难的局面下 逐步站稳脚跟 或许 这也多少让当年的我们 对老师产生了依赖心理 以至于在他突然离世之后 逆双的管理一度非常混乱 抱歉 德莉莎女士 一不小心 就聊起了这些前程往事 差点就偏离了我们原本的话题 没关系啊 听博士从逆双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历史 对于我们来说也很有教义 无论是理之律者还是空之律者 这两种权能都拥有丰富多彩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能让逆双和天命的经验彼此融合 想必还能更进一步提升团队的力量 的确 就像之前说到的伊甸之星 长光小姐对她充满了兴趣 我们也乐于与她的实验室分享信息 共同探讨第九神之间未来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接下来 我们有机会见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伊甸之星了 有可能 而且 随着各种合作项目的进展 我们各方的协作水平一直在稳步提升 作为愿景 我想 我们也终有机会 去实现南希小姐曾经设想的月光王座计划 所以 凯亚娜 机会难得 你接下来 要观摩我们的太空演习吗 按照既定计划 今天会演练深空炮机 出舱战斗这两个科目 听上去就挺有趣的 嗯 不过我等下还要参加女武神的机动战术训练 应该是没法一直参观了 哦 是优兰戴尔吗 我听说她最近会带你参加各种系统化的女武神训练 还制定了很严格的培养计划呢 是啊 天命最强女武神 她真的是一个很好 也很厉害的人呢 不过 该怎么说呢 要是训练量没那么恐怖就更好了 哈哈 你哈哈什么 那可是优兰戴尔 我看你还是死了那条想偷懒的心吧 真好呀 是啊 和大半年前在长空室的时候相比 她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 年轻人的成长就是这么迅速嘛 一转眼的功夫 或许就成熟得让父母都吃惊不已了 说起来哀讲 演习的准备工作怎么样了 修伯利安 随时带命 那么 就由我再复述一遍今天的演习计划吧 如同我们在计划书中所指出的 本次演习 只在检验修伯利安进行无人化升级后的升空巡航系统 全自动作战系统 并在此过程中 加深我方指挥部门的战役调度能力 根据演习日程的安排 今天的主要演习科目有 升空炮击 出舱战斗 以及电磁静默巡航 我们会首先对单独科目进行演练 然后再检验科目之间交叉配合的能力 那么 我们就直接从出舱战斗的环节开始吧 艾奖可以针对稍后的两个科目 提前做好必要的准备 看来 德丽莎女士的性质相当高涨了 看到后辈们不断进步的样子 我们作为前辈 肯定也不甘心就这样被他们远远超过呀 对吧 的确如此 正所谓 老肤疗发少年狂 大家谁还不是个年轻人呢 由于宫普通人穿戴的宇航服非常笨重 因此 只有绿者 融合战士 圣狠觉醒者才真正具备在外太空敏捷作战的能力 另外 在失众状态下 出舱活动的人员将很难控制自身的运动轨迹 因此 重力模拟装置也是此类作战的必要条件之一 但即便设法解决了上述所有困难 我们仍然无法改变外太空的极端低温环境 这就需要作战人员 也就是你 德丽莎女士 注意在行动中 不要过于远离预先设置好的热辐射装置 在目前的演习条件下 我们只能准备训练机甲作为假想敌 如果之后 长光的实验进展顺利 或许可以引入一些更高等的目标进行实战演练 特斯拉博士对此很有兴趣 他甚至 已经给潜在的演练对象准备好了名字 从特斯卡 特利波卡 到维奇洛波奇特利 这都是些什么名字呀 组合防战 最后一波敌人处置完成 对不起,德莉莎女士。现在请回舱内休息片刻,我们一起休息,再进行演练的后续科目。 哎……果然还是舱内最舒服了。 艾江,边箱里还有苦瓜汁吗? 那当然有很多了,德莉莎舰长! 不过……就在刚才,我们的航行遇到了一些问题。 问题……请看这里,休伯利安的实际航向,与理论预测的自然航向,从今早开始就持续产生偏差。 一开始这种偏差十分微小,与正常的自然波动几乎没有区别,但最近半个小时,你看,就是这张图表的最右端。 这一偏差开始呈现出系统性,并且偏差值本身也越来越大。 你是说……这种偏差,影响到休伯利安的正常巡航了吗? 目前,我可以通过手动矫正航向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如果它一直持续下去,那就会构成一种安全隐患。 在最坏的情况下,休伯利安甚至会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